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12日9点27分联合报记者吴敏欣及时报道黄伟杰今天挨三分炮 路透分享黄伟杰连两场出赛都沦落砸锅命运,新天由骑兵分头迎击,和天使比赛黄伟杰六局上登板后援,头一点二局被敲四支 安打,其中包含一发三分炮,共丢四分,靠住队友下个半局反攻才摆脱败战投手候选,不过中场由骑兵仍以11点12分输球 黄伟杰三天前才砸锅又吞败,此一比数6比40再度获得机会,六局上他只被敲出一支二蕾安打守住城池,结果七局上虚头镇压不住,让天使先靠住两支安打追成一分差 接下来,又让带打的克鲁格杰克克鲁格挥出三分炮一棒逆转,棒子火烫的克鲁格今天两度上场打击都扮演追分关键,九局上他再敲出三蕾安打,单场贡献六分打点 黄伟杰春迅至今三场出赛,3.2局被敲七支安打,16分,两次救援机会都没能拿下,战绩为零胜一败,防御率14.73 只要5秒多功能运动手环,限量运动包,等你来拿分享分享留言列印